回到國內帶你來關心 中臺燦樹的強度稍微的 軟弱逐漸往北移動 臺灣本島也脫離暴風圈 不過呢 北臺灣的基隆 還是有間歇性的大雨 陸上人潮還有車潮 如何呢 連線記者張之晴 劉俊男 主播各位觀眾 華視新聞 持續為您守候在基隆 一起來關心燦樹 颱風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基隆港的碼頭邊 可以看到因為風勢的影響 並不是太大 所以其實船隻都是非常安全的停泊 在港口上 但是呢 我們換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在這個基隆的 這個市區的街道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 目前的這個街頭 幾乎是沒有任何的人車通過 因為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都是為了躲避 岸數颱風的風雨 早早的回家來休息 不過還是提醒各位民眾 因為岸數颱風對北臺灣的影響 在下半月可能會持續 請各位密切注意這個氣象的預報 那麼盡量沒有事情 還是應該待在家中躲避風雨 並且準備迎接明天的上班 跟上課日的到來 那麼以上就是在基隆現場的最新情形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同妹 好的